职场健康促进可以降低员工离职率 病假率及工作意外等 五行之中就会提高生产量能 凝聚企业员工向心力 更可以提升企业正面形象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与劳动部职业安全署 共同倡议 推动职场健康永续发展 希望民众的健康能够获得更好的保障 那么我们跟专属合作密切 那么从我相信每一个民众 大概劳动人口里面 一天来讲有三个星期都在市场里面 所以市场的健康与安全 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块 那特别是这几年专属的一个成立 那三个特别重视市场的保护的安全跟健康 那我想每一对工作健康 这一个企业是一个幸福的企业 是一个健康的企业 那我们这一企业的竞争力 更有大的帮忙 国内的健康对国家的互相 更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想我们的目标 跟专属的做法 跟我们的目标面前 是非常一致的 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界 也是一样的企业的老板 也是有相同的想法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能够促进市场的健康促进 能够一起合作 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从市场 从生活各方面下来推奏国人的健康 那按照市场 近年来受到疫情的冲击 以及扫子化的平衡 全世界各国的这个劳动市场 以及这个就业模式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企业在如何维持这个优质的劳动力这个客户上面呢 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企业如何来确保这个健康的劳动力 来确保职场 和公司企业的这个竞争力 变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客户 那刚刚署长也听到 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职场 那员工的健康 不只是个人 也是企业重要的一个财户 所以员工的健康 不只对国家 对企业的竞争力 都绝对欠得这样的意义 所以如何维持一个健康的劳动力 是企业永续经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劳动部职安署 在这个职场健康的促进方面呢 非常重视 在104年呢 我们就在北中南呢 分区成立了这个健康服务中心 那这服务中心成立的最主要目的 是希望能够协助企业 在对员工作业相关的身心健康议题上面 也有协助 有企业就在自厂区内推动健身操 办理全厂区乐活健康活动 让员工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更有企业从高阶主管以身作则带领 结合最新抓宝活动 同时吸收健康薪知 并聘请专业运动老师拍摄健康操 由营养师设计各种生活化主题 像是在课堂上呈现各式瓶装饮热量 提升员工的健康知识 台湾公司健康厂在全厂区都有推广 我们的运动健康任何的活动 包含我们的健身操 还有塔巴塔操 还有健康厂盘等等 透过我们的主管由创造下的支持 还有我们员工的基地参与下 那我们员工的自主运动的 就是规律的习惯 已经从110年的51% 上升到110年的57% 那在自主养肌的这个活动内容中 那我们员工健康体位的维持率 有高达6成 那另外在我们青重年 还有中高龄的大学生获取这个族群里面 那我们他们的食物改变也有将近2成 那为了推动我们员工要多喝水 所以我们在新疆厂区的所有饮料放在机里面 我们增设一个无汤饮标区 那我们其实目前为止 已经增设了十一台 很多台的 那我们就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为了推广用多喝水流 逛涩饮水机 那员工的自主的 他每天的饮水率 已经从109年的150cc 那我们上升到111年 已经到达了1,500cc 那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运动的新的分享 我只是有点惶恐惊恐 就是因为当初我只是 有一天发觉 欸 裤子怎么穿得下来 然后就想说我们运动不死 那刚好公司也在推行 每次游户的健康活动 都还有其他 那我想说 那 或者 就是想把裤子穿回去 那 再加上公司会的 欸 健康活动又有包括 就是有奖励制度 那 当然是一定要参加 那 那我在参加 因为 因为就是一个人的 可能就是 持续力可能会 会随着时间 可能 我也会有减弱 所以 所以我在运动过程 我是把我老婆拉进来 然后再来就小朋友拉进来 所以我们 自己 因为 我们自己想说 那既然要减充 那 我们选择了运动跑步 那 还有就是晚上 每天可以老婆拉进去 到社区去散步啊 那 那 再来就是 还 常 多 带小朋友到山上去 爬山去歇息 对啊 所以 所以 一整年下来的成绩 还不错 我捡了大骨骨骨 所以 所以 故事也算回去了 那 那 对 那也应该就是健康也有过的 那 更 更意想不到的是 想不到减充 还可以 参加几个会 这是我对 意想不到啊 人生充满了惊喜 国健署与职安卫生署 特别为企业量身打造 提供就近的职场咨询与辅导网络 并办理健康职场认证 鼓励职场推动各项健康促进议题 欢迎有兴趣申请的企业职场 一起加入推动健康促进行列 记者问军 台北报道 一二三 聪明吃快乐豆 食肠健康easy go 好